我們就折中在2月20號開議 那只不過說我們身為一個區區的小黨 無法承受不可承受之重 整個立法院的基層員工 因為我們的主張要加班 這樣就不好 那不過院長既然都已經開了口 我想院長體恤基層員工這麼好的心意 我們也可以體會 好 那就20號 謝謝院長 結果黃國昌最後出來講一段話 非常的幽默 他說我們民眾黨希望是16號 但我們身為小黨 無法承受整個不能承受之重 你們說基層要為了這事情加班 那行政同仁真的會這樣子嗎 那院長竟然開口了 體恤員工這個心聲 我可以體會基層員工 不要為了民眾黨而加班 那我第一次的協商 大家和和氣氣 我們接受 所以國昌老師接受了 擁抱的威力真大 暖男 暖男 只要抱過就變這樣 柯總召贏了 所以今天誰是贏家 柯總召贏了 韓國瑜啊 誰是贏家 今天柯總召跟韓國瑜 這就是接受 韓國瑜接受柯總召的版本 沒錯 黃國昌也沒有意見 黃國昌有個台階下 黃國昌輸了 黃國昌輸了 那國民黨副總召 寶貴一見 我想剛剛柯總召再還原一下 2月1號當天的實際的情況 因為當時本黨團並沒有針對 開一日有任何的討論 我要在這裡核先敘明 因為大家在等待的時間裡面 在立法院本來就彼此互相尊重 柯總召在立法院確實老資格 也把過去的一些立法院的狀況 大概一個推演 所以是當場他把手機打開來看 大概是23號比較適宜 當時我跟這個孟凱書記長 還有這個市民首席副書記長 去跟柯總召 有大略對這個事情 我要聽一聽柯總召的意見 柯總召也提醒我一下 小黨我們要尊重 問一下黃國昌黃總召的意見 所以我也很客氣的去詢問一下 黃總召的意見 他告訴我他們黨團是決定16號 那其他一切依照議事規則來進行 那我們也表達尊重 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一件事情 我跟柯總召沒有達成任何說 我們要幾號去開議的決議 因為國民黨團就並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當天我跟孟凱書記長 一起寄予禮貌 做一個詢問 在這裡要特別強調一下 各黨都有很多的新科立委到立法院來 如果說我們要在16號開議的話 本黨團也沒有意見 本黨團也沒有意見 立法院方才能做好準備 所以現在就大家做一個討論 理性的討論 在這裡全部公開透明 第一個 立法院所有的同仁 是不是可以犧牲年假的時間 這個還要請韓院長來詢問一下 是不是立法院的這些同仁 基層最底層的公務員 是不是要放棄他們的農曆年假 先來這裡上班 趕工 因應16號的開議日 那依照院方所提供我們過去 從第二屆到第十屆 第二屆到第十屆 所有的這些開議日 大概我們可以這樣講 從第六屆 民國94年2月25號 是農曆的正月17 第七屆是農曆的正月16 第八屆是農曆的2月初三 第九屆是農曆的正月12 第十屆是農曆的正月28 所以大概這個時間點就有一個比較清楚的一個容廓 我們先不談所有個別立委 他選區的壓力 還有對民眾要表達這個農曆春節的慰問關懷 我們直接講我們國會的議事運作 在16號 本黨團沒有意見 我們在今天以前 尤其在2月1號 或者2月1號當天以前 本黨團都沒有做過相關的討論 也沒有任何人做過決定 更沒有任何人跟誰誰誰去協商 敲定什麼時間 這完全是沒有的事情 在這裡再一次的清楚 國會很多的事情都很明確 而另外就是韓院長這邊 如果可以讓我們基層的公務員 犧牲凌駕來做準備 我們所有國民黨團54位立委 通通ready 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 讓我們國會的 基層的這些議事人員 能夠安心的過一個年假 農曆春節年假 過完以後 我們正式來開議 本席也很歡迎 不管是什麼樣的方案 國民黨團都做好準備 五十四期隨時可以上 要明天開議我們也沒問題 只是立法院可以準備好嗎 我想在國會的議事 是有一個國會的光榮跟尊嚴 很多事情 大家必須準備好了 再講清楚 所以在這裡 我們把這個事情 國民黨團的立場 虛名清楚 要明天開議 本黨團也支持 16號開議 本黨團也支持 20號開議 那就請院長猜斥 我們都 國民黨團可以全力配合 好 黃偉 你同時我補充一下 一分鐘就好 等下你講 我補充他的話 因為坦白講 是沒有錯 你不然把他來問我 我們內部 他都沒有討論過 這單單投完票 大家有一個迷思 就是開議一定要禮拜五 事實上 禮拜二 大首 常常有 包括第七 第一屆第五會期 第一屆第七會期 第八屆第三會期 第二屆第七 常常會有二 禮拜二的 所以你一直講說 尤其我們一定要拜五 沒有 所以這個我會提出說 二十號的原因在這裡 甚至可能大家比較 那時候人比較適合 這是我的看法 因為還要給辛柯 那當然 我尊重大家的看法 等一下主席才 好不好 謝謝柯總召補充 謝謝副總召報告 那接下來我們請民眾黨團的 黃總召請發言 非常感謝院長 以及我們其他兩大黨總召 也是我們在立法院裡面的前輩 兩位的高見 我們都聆聽了 那特別跟院長 以及兩大黨的代表報告一下 因為今天台灣民眾黨黨團的會議 我們從之前到今天開會討論 都是希望說新的國會 背負著選民高度的期待 應該盡早開議啊 善盡職責 那今天黨團的會議有授權 我們黨團的三長 有準備AB兩個方案 那A方案是本黨團其實比較希望 能夠進行的 就是最好明天就可以正式開議 那不過剛剛聆聽了 就是我們國民黨黨團 總召 副總召的高見以後 的確副總召非常的貼心 也把我們立法院議事人員 可能在準備新科立委 需要的工作時間都把它納入考慮 那既然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 依照黨團希望我們所提出的B方案 B方案 就是2月16號的時候 我們就來開議 那2月16號我剛剛也非常的感謝 聽到我們副總召 說中國國民黨 針對2月16號開議這件事情 他們也是可以支持的 那只不過說 剛剛副總召講了一個 作業上的問題啊 可能會讓我們這個小小的一個黨團 承受不可承受之重啊 好像因為我們小小的一個黨團啊 希望盡早開議 這樣一個卑微的請求 搞到整個立法院的基層同仁啊 都要加班 我想這樣子啊就不好了 那不過我們自己啊 是在理解上啊 在判斷上 是說 接下來我們還有兩天嘛 工作的時間 那過完年回來以後 還有一天的準備 所以我們覺得2月16號開議 在兩個因素相互平衡折衷的情況之下 似乎是一個比較可採的方案 那也因此這個樣子 我還是希望說 是不是既然中國國民黨黨團也都同意了 2月16號開議 他們也是同意的 那我們是不是就來定2月16號開議 讓新的國會 新的氣象也符合全民 希望新的國會啊 趕快上工啊 期待 以上 謝謝大家 有什麼補充意見 謝謝 我想 副文旗 今天大家 其實大家說話 不要說 民 互相媒體爭 我都直接講的 我一直很看副文旗在講什麼 我們黨團都 要開議沒問題 這個有彈書的講話 大家都問家 那 洪商委員也不要順勢要推下去 說一下 說一下 這個事情 開議是已經協商 那 過去大概什麼時候開議 那什麼時候比較適合 我是在講說 不要 為了 每個禮 是禮拜五一定要開那個迷思 因為那天很簡單的談 我們黨團念碰也沒談 那時候我就想說 拜五齁 十二拜五 二三拜五 我去請教我看看 我還特別講一句話 你一定要去請教 民眾黨 黃總召 我待會兒 公幹兩個的迷思協商 要吃了 我是很 很open在談這個事情 沒有什麼想很多 那今天我看大家 為了這個事情 報紙來來去去也不好啦 還是比較誠懇的啦 十二十號 我是覺得也差不多啦 那 就請主席才是好了 好不好 民眾黨團黃總召也沒有要補充的 沒有 我們剛剛把 為什麼要二月十六號的理由 充分的跟院長 以及兩大黨團的總召 都報告完畢了 好 謝謝院長 因為這樣子 如果我們十六號之前 我們有一些員工 要犧牲假期 他要先來印資料 他要先來印資料 根據這個 我們 大概 前兩天就要報到 要印資料 所以我覺得 也讓他們也能夠 充分的休息 度過年假 我想我們就折中 在 二月二十號 開議 各位黨團 夥伴們 大家覺得怎麼樣 好不好 那如果這樣子 我們第二安 再開一個滿彈紅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來打一個 協商結論的草稿 然後大家看完 看有什麼一件再開 好的 整個立法院的基層員工 因為我們的主張要加班 這樣就不好 但實際上面運作的狀況 是不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 接下來兩天沒有辦法準備 一定要到15號才可以開始準備 這件事情 恐怕是行政工作的同仁會比較清楚 不過院長 既然都已經開了口 我想院長體恤基層員工 這麼好的心意 我們也 可以體會 也真的沒有辦法去承受 我們這樣的主張 立法院進來全體的基層員工 要因為台灣民眾黨 而去加班 沒有辦法 休年假 這個我們真的承受不起 那既然 院長 從基層員工的保護的觀點 做了這樣子的才勢 我想第一次的黨團協商 大家和和氣氣 那我是不是就真的 我們黨團同仁幹部的同意 我們就接受院長這樣子 可以吧 好 那就20號 謝謝院長 謝謝院長